我们继续挑战端盒出隐藏第13弹 泡泡马特小甜豆我在这里盲盒 这套小甜豆我可真是爱惨了 它藏在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地方 等你把它找出来 每一款都带有LED灯 多款含有磁吸功能 我感觉入股不亏啊 我就直接端盒啦 全套是12个基础款加一个隐藏款 隐藏款是房车 感觉小甜豆的设计师真的好喜欢车呀 先来看看最重这盒 前后这个位置爆顶 睡眠舱 在睡眠舱里睡觉的小甜豆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睡眠舱还是金灿灿的 这个位置是LED灯的开关 没有电了 我们还可以自己换电池 叮咚 睡眠时间到 小甜豆你该起床啦 它这个灯非常的柔和 小甜豆还是可以拿出来的 冰箱 冰箱上写了小甜豆的名字 但是这儿却是Pinot Jelly 两个小可爱梦幻联动了吗 如果冰箱打开 灯自动亮起 就太真实了 小蛋糕放里边 偷吃蛋糕的小甜豆也给它放里边 还有一只小青蛙 左右这个位置有对顶 复古电视 我塞这个电视真的好复古 可能00后10后都没见过吧 上面有天线 两个旋钮 一个是调音量的 一个是调频道的 这个电视特别的厚跟烤箱似的 后面还有这个插头 这三个孔应该是插什么VCD DVD 小霸王游戏机什么的 小甜豆和小青蛙变成了一个不倒翁 你俩这是演什么节目呢 里边还有一点磁力 可以把它俩比较稳定的固定在里边 第一个旋钮是开关 按一下 电视节目就开始了 第二个旋钮是真的可以扭的 这个细节真的惊到我了 左右这个位置可以摸到对顶 按下去还有点回弹 应该是塑料壳 电脑 哇塞 这个电脑有一定年头了 看它特别的厚 后边的细节也非常的多 这不会是Windows 98系统吧 电脑的细节也非常多 这是割光盘的 下边这是割软盘的 我们小时候没有U盘 烤东西都是用3.5英寸软盘 哎呦 你说拆个盲盒 我怎么老暴露年龄 配件还有一个键盘 这键盘和鼠标质量看着还行 迷你小甜豆有没有萌到你呢 开机 这是粉色的灯 特别好看 我现在拆出来这四支 有你喜欢的吗 1 2 3 4 评论弹幕区告诉我吧 这支有多处顶 前后这个位置可以摸到对顶 左右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顶 这面是中上的位置顶 洗衣机 这洗衣机挺先进的哈 还是一个滚筒洗衣机 小甜豆是个趴子 在这头上怎么还套了个小奶奶呢 打开盖子 打开开关 小甜豆进去吧你 洗衣粉和小青蛙盒子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把小青蛙放进去 这盒这个位置可以摸到是一个柱状顶出来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轮廓哈 前后这个位置一大片爆顶 狗窝 怪不得顶呢 这是巨大一个房子 房子的细节做的也特别的好 这真的是给小狗住的吗 小甜豆也看上这个房子了 穿上小狗的衣服准备入住啦 烟囱是开关 小甜豆也太乖了吧 扭蛋机 这个特别像扭糖豆的机器啊 它给配了四种颜色的糖豆 盖子打开 橙色到里头 黄色到里头 晃悠晃悠 红色到里头 绿色也给它到里头 晃悠晃悠 咱们的糖果小麦布就可以开张啦 扭动旋钮 真的可以扭出糖豆 我觉得还可以用这个跟好朋友们玩游戏 比如说谁猜错了 谁请客 我猜下一个应该是橙色 猜对了 所以我就不用请客啦 瞧给你机灵的 这简直就是大娃的做工啊 喜欢的小伙伴别犹豫啦 这盒左右这个位置可以摸到对顶 闹钟 这个闹钟还给做成了亮面漆的材质 特别像老式的那种铁皮闹钟啊 声音非常的大 不怕你起不来 小甜豆靠似的这是小仓鼠嘛 太可爱了 但是您这姿势是擦玻璃的吗 小甜豆放进来 特别像小仓鼠玩的那个小滚踢哈 这个设计我真的太爱了 这四支有你最喜欢的吗 五六七八 赶快跟我互动起来吧 电话亭 这是一个非常有地标性的电话亭哈 一看到它就知道是英国伦敦 后边的这个小皇冠是开关 打开灯 瞬间就有偶像剧那味儿了 小甜豆是在给谁打电话呢 抓娃娃机 这支跟秋夜园系列里的抓娃娃机还不太一样哈 这支更加的粉嫩 你找到开关在哪里了吗 你以为是抓娃娃机的操纵杆和按钮吗 其实是这颗小星星 哦耶 我终于抓到了这支小青蛙 可以从这个出货口拿出来哦 手机 这还是一个老式的翻盖手机 这还有小挂链 感觉这个设计师跟我差不多大呀 我们那会儿都讲究单手翻手机 打开之后就能看到小甜豆了 手机的更新速度真的太快了 这没几年 这种按键手机就基本淘汰了 这还给我们留了一个按键 让我再次体验一下按键手机的快乐吧 最后一支能晃动 应该不是这个隐藏款了 应该是电子宠物 电子宠物 有多少人玩过电子宠物啊 给我评论弹幕区扣一波666啊 我那个电子宠物什么都能养 养小猫小狗小恐龙都行 这只养的就是小恐龙 我记得电子宠物应该都是黑白的吧 你小时候玩的有彩色的吗 按钮都是可以按下去的 中间的是开关 最后这四支哪一个是你的最爱呢 9 10 11 12 赶快告诉我吧 好了以上就是皮酱给大家带来的 泡泡马特小甜豆 我在这里盲盒 69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喜欢的小伙伴赶快冲起来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再多多跟我互动吧 我们下个拆核视频见 拜拜